討論的幾個女明星 年紀津津就飄出省位 身材玲瓏有這沒用 臉一老 看起來就很可憐 那這一段我們來看看 哪一些紋路 你小心喔 不要爬到你臉上 一爬上去 馬上就顯老了 問一下翠芬姐 我們看看這三位 都是很有名的紅星 巨星 第一個劉詩詩 他才33歲 然後第二個范冰冰 我覺得他看起來不大像他 39歲 然後張子儀 41歲 他們都是巨星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 像劉詩詩他才33歲 可是他的法令紋很明顯 是這兩條是不是 對啊 你看 很明顯的兩道 然後在整個五官上就會顯老 可是他還好 因為他本身很有氣質 就是很田徑的那種氣質 而且還沒有弓得很長 對 可是像范冰冰 范冰冰人家就說 他有一個特使 他是面膜控 對 他一整年都在敷面膜 聽說他是每天敷兩三片 他一年可以敷到上千片 那他都已經這麼保養的 對 可是所以你看 他敷面膜對於膚質 你看看起來確實是滿細緻的 可是對於法令紋 這種紋路 其實敷面膜是沒有用的 像張子儀我就覺得更慘 張子儀他41歲 可是你看他很嚴重的 那個髮際線 你看好像他的額頭 已經快要有點凸的 那種感覺 然後臉頰 你有沒有覺得 他臉頰整個是下垂的 像是一塊一塊的往下掉 這個是很明顯的下垂 女生就很可惜 就是說臉小的 或者說你的情形 像這樣的情形 我原則上都是 整個臉頰的顴骨 或者是相對笑出來的 笑得太厲害 有點那種大笑的 那種肌肉的感覺 其實這個問題 只要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覺得你會青春不老 那我要問一下院長 就是你看 連這個沒有美麗的劉詩詩 范冰冰跟張子儀 三個人他們的問題 感覺起來 都在這個法令文上面 那女明信 已經非常情緣高漾了 對啊 其實不在歲月 因為表情多的人 我現在覺得 現在科技來解決這個問題 像他們臉型都那麼好 我舉個假設我們認為說 范冰冰的臉相對比較大 可是你要想 那對現在來講 假設你沒有這一塊 我們把這一塊 利用科技把它解決 你把它減少了10% 然後你這種笑 你臉型那麼好看 你這邊小 這邊大 你把它往上拉 你把兩邊調整成一樣的話 你會美到自己太驕傲了 不認識到自己了 遇到鏡子你都發笑 為什麼 像你臉型那麼好 五官那麼好 你這一塊的東西 就成為你將來的弱點 你把這一塊的問題 把它調整這樣就好了 把它調整 所以我覺得不是歲月不饒人 是效的動作太多 然後調整就好了 那問一下院長 如果說要調整的話 過去大家想說 你要改善你臉部的紋路 或是要讓它看起來 更加的膨彈 往上踢 可能要動刀 可是現在有更好的選擇 是不用動刀的對不對 對 不用動刀 是90%會選擇不動刀 那有些不動刀 確實是可以耐很久 就免開刀的是一個趨勢 那免開刀的話 它一定要共同點 第一個 它一定要能夠耐久 動刀可以耐個10年 你免開刀也要那個10年 或者起碼打折下來 也要耐個5年到8年 所以我們免開刀 這是一個趨勢 它的最基本的就是一個是填補 那麼拉線的話是最近很熱門的 因為拉線怎樣 填補是填補你的青春不老 拉線的話是直接挑戰地心引力 往上拉 所以你會有點挑戰地心引力 直接變年輕 所以凹陷的填補 還有中間的這種的拉體 拉線把它拉上來 那這個地方的填補 就是有一點概念就是 你要填的材料 能夠耐個5年10年 甚至20年以上的 那麼開刀來講 對比大概10%的人 他可能因為皮多 皮鬆還有頸部的鬆弛 頸部 因為頸部是我們的第二張臉 很多人的頸部輸給臉部輸太多 想問一下你說女生的話 大家真的就是不管是說 年紀的關係 或者說他的表情 太多容易顯老 到底哪個部位 最容易看起來老 我們剛才說可能是法令紋 還是說其實有別的紋路呢 我覺得是標準的 所謂的比較細膩的紋路 說內溝印第安紋 還有比較表情多的法令紋 還有一個是下垂 臉部往下掉的時候的墨紋 這三個紋路 其實就稱為三個八字紋 三個八字紋 因為往下都是45度 其實你基本上不是一開始 要選擇開刀 我們要選擇的是要變年輕 所以變年輕有兩大系列 第一個是免開刀 佔百分之九十的機率 百分之十才要開刀 用所謂的關鍵性的處理 利用法國他們的優勢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在內溝印第安紋的地方 法令紋的地方 還有一個莫爾紋的地方 把它固定 假設我們這一張是他變他 這個是他變他的話 你要把它變回去的話 我們這年齡最少差個50歲 這兩個人照片差50歲 我們要如何拉回去30年前 40年前 你可以用凹的地方用填補 然後錘的部分 我們清一色直接用 關鍵性的處理 你處理兩個區塊或三個區塊 包括頸部 你把下面這兩個區塊 當作一個區塊處理的話 我們把它點掉好了 如果你要拉回30年前 或40年前的樣子 你就處理上半部的這個區塊 中間的話用免開刀的 免開刀的用所謂的填補 不要暫時先不拉線 也可以拉線 但你如果方便的話 當然也可以選擇不拉線的 第三個區塊就是把下函的地方 跟頸部的地方做一個區塊 所以1 2 3的聯合的這樣調整的話 可能你會拉回30年前 那院長 問一下 你說這有1 2 3 3個部位要調整 但假設說我只能選一個部位調整 我從哪邊下手 最明顯感覺這個效果最好 如果是選擇一個的話 基本上我們先從核心的地方 就是說在法令 對 這跟車子一樣 車子跟輪胎交接的這個地方 我們只要在這個核心的地方 把它頂住 那有點像車子 你把它頂住以後 你用千斤頂 你頂住就不會鬆垮槌了 所以如果會選一個 比如說假設你都不愛媒 你都不愛媒 而且你對愛媒來講也沒有概念 那我們先從法令委保住以後 因為以這個地方來相關係數裡面 它10公分的皮膚 它相關的就是以這個區塊來講 我們在皮膚裡面 10公分的皮膚全部拉得到 全部往這個地方集中 往這個位置集中 所以假設你都不愛媒 那你就把它這個地方治療一次 然後治療一次可以耐個5年10年 也許一直比你相對年齡 年輕的百分之5左右 那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我們看院長你說 這個拉住這個關鍵部位的話 看起來就會比較年輕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實際的例子 給大家來看一下 嚇一跳 好 那這個情形我們先看這一張 這個是我們的工作同仁 他剛開始來的時候 他看起來沒有很老 對 因為他的臉比較大 鼻子很長 那當時我是覺得說 因為他經常都要面對很多客人來講 但你在那邊上班就要一定要 整理一下就對了 應該是他有那個條件 所以我建議他把他臉縮小 那臉縮小的話 我們就在法令委的地方做填補 那鼻子把它加高 那唯一開刀的地方就眼睛 眼睛 那假如像這張照片 假如這張照片能夠把 能夠把這個顴骨把它削掉的話 我還很相信是同一個人 差好多 你如果能夠把這個顴骨削掉的話 他會變小林志玲 有沒有 顴骨不大 臉就變小 這個是用拉提的嗎 還是用削的 這個是用填補的 填補的 填補的 我們把它點掉好了 那這一張的話 其實他為了那個車禍的疤痕來 那感覺上有點零零角角 零零角角 那我們就在疤痕的附近 講他做鼻子的地方 把他做所謂的填補的龍鼻 那填補的龍鼻以後 眼睛就變大了 那鼻子長高以後 顴骨就變小了 然後法令委的填補了以後 他的臉就往上拉了 那自然這個地方的臉型就出來了 所以這張照片看起來就是說 是不是跟人家借照片 沒有啦 他自己自備照片 這看起來真的很像是不同人 當然就是說他鼻子填補之後 感覺這個眼睛的距離 就變近一點 然後眼神也出來了對不對 他是開眼頭的效果 那其實核心的 剛剛講到重點 就是核心的地方 他沒有開眼頭對不對 只是填補而已 填補就是開眼頭 對 他填補的概念就是這樣 你只要在中間的填補 你只要在中間這個地方一填補 對啊 那眼睛就會稍微就會 中間一點 比較快的 就開眼頭的效果 所以整個臉就變小了 好的 那的確要對抗紋路 感覺是女性一輩子的戰爭 那這邊我想請教中醫師 我們如果透過一些 外部的小小的按摩方式 可以改善我們女性臉部的紋路 不要這麼早出現 可以 但是就是說穴位的話 我們可以分成眼周 因為是眼袋的部分 對嘛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法令紋 臉頰 蘋果肌的這個部分 那像如果說眼睛周圍的話 我們可以按精明穴 精明穴就是在我們眼睛的內角 這邊 然後往上一點 我們會內角就會摸到有一個 就是凸起來的地方 往上一點點會按壓到精明穴 然後再來就是斬竹穴 它是在我們直接直上 然後眉頭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陽白穴 它是針對我們的瞳孔往上 然後你用一吋就是自己的大拇指的 一橫指的這個地方 釘出來陽白穴 這樣壓一壓壓一壓就好 對 我們可以用食指 或者是用一些有軟軟的 可以按的東西可以按 那再來就是瞳子療的話 它就是在我們眼睛的外角 那你會摸到有眼眶骨的外圓 會有一個凹陷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沉氣穴 它是在我們瞳孔直下 那也是在眼眶骨的這個地方 所以它可以改善紋路的產生就對了 多多按這幾個穴道 然後也可以消除疲勞嗎 也可以 一定是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說 讓我們的肌肉比較緊實 預防眼袋的產生 那像法力磨 或者是這個木耳紋的地方 怎麼改善 那像我們就是銀香穴的話 就是我們在鼻翼的外側 對到我們的鼻唇溝的地方 就是打千斤頂的地方 對 你剛剛是嗎 就是有種打千斤頂的 甜蜜的關鍵地位的地方 有點像那個位置 對 那再來就是全療穴 就是我們眼眶眼外角往下 那這邊有那個顴骨的地方 下方有一個凹陷 然後再來地藏穴 就是要直對我們的眼睛的瞳孔 往下 然後對到我們的口角外側 那沉江穴的話 就是在下巴跟嘴唇的中間 有一個凹陷的地方 那這按的時候是怎麼按 一樣就是用指腹或軟軟的東西 去按壓 按壓 大概要維持多久的時間 那你每一下的話 你可以每一下是一秒鐘 然後按壓 按壓五下 這樣子快速的按 對 就這樣按下去 然後會有一點痠髒的感覺 然後每個穴位 就一天大概一到兩次 李居然現在這個是中醫師 告訴大家說的 不管是眼睛 或者是法令紋或木偶紋 其實透過一些按摩的手法 可以改善不少 那這邊我想請教一下李萱好了 就是說其實木偶紋 為什麼在女明星身上 放上去之後看起來就會顯老 因為其實它木偶紋 又有叫做刮鬍紋或是流言紋 其實它就是跟法令紋跟淚溝一樣 它是表情紋 所以有時候其實你是地心引力重 或是你皮太老了 就會開始下垂 就會壓出來這邊的這個紋路 那其實我以前也有 因為你以前也有木偶紋 對 因為可能比較胖 比較胖 然後地心引力開始慢慢 往下壓 擠下來了 對 那有人就是說 看起來就會覺得影響到你什麼 比如說你看 運勢 運勢 對 沒錯 因為感覺好像比較老 比較沒有活力 甚至有人說 開始出現木偶紋 開始會可能你會 比較口無真卵 開始會可能人際關係會有影響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沒有木偶紋的出現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聽外旅行員分享 大家都忍不住檢查一下 自己到底有沒有木偶紋 因為看起來好像就是 會對運勢帶來一些 比較負面的一些影響 那這邊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木偶紋到底可以怎麼改善 剛才講到了很多 不用動刀的方式 速度快 恢復期又快 那不用動刀的方式 可以對木偶紋的改善 有什麼樣顯著的幫助呢 如果這張照片真正要治療的話 通常第一個感覺 是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感覺是眼睛 下垂 有一點三角眼 這是一個很辛苦的事情 眉尾眼尾垂 如果第一個感覺是 要可以治療它的話 那我們應該是先選擇它 如果我們現在要選擇把它變得 直接看起來臉型很好 木偶紋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改善 我們有兩個 第一個是在這個地方填補 這個地方填補以後 你的臉就會往上拉 這個是免開刀的 另外一個是高角度的往上拉 那往上拉也有兩個 一個是你沒有時間 那你就拉線 花個十分鐘做拉線 這樣 直接拉線 第二個 如果你方便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用所謂的 關鍵性的拉皮 用畫式的觀念 畫式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我們有三個選擇 就是木偶紋這個位置 我們把它點掉好了 那要確保它 力久彌新 像剛剛講的那個 萱萱的那一種 那種年輕的皮膚 大部分的問題 不是在木偶紋 大部分說因為脂肪多 比較胖 他有講他比較胖 所以有木偶紋 不是胖的問題是 脂肪很多 脂肪多 真好 脂肪多 那脂肪把它調整 這種很容易 那如果說一般 我們的脂肪掉下來的話 把脂肪拿掉就好了 就恢復了 那可是如果你是脂肪多 又你的年齡比較大的時候 你自然這個垂的木紋 我們可能要把這個脂肪拿掉 然後角度 高角度的往上拉 那最簡單的方式 還是剛剛講的 千斤頂 把它頂住就好 你只要在這個地方有一填補 基本上是三天 它會看到成果 那如果嚴重的情形 我們就要嘴角給它上癢 這個地方填補 嘴角上癢 那嘴角上癢的話 是現在的技術 基本上大概花兩分鐘 像這樣的關鍵技術 我們要施打這個情形的時候 找位置 我們把它點掉 好 我們要治療它的話 就只要在這個地方伸進去 對準 就對準 我們把它處理掉好了 只要對準這個角度 打進去 然後三分鐘左右 就好了 它就好了 它嘴角就會上癢了 民進院長您一直說 現在就是要靠填補的方式 把這些紋路改善 市面上有很多的 醫美的填補材料 到底哪一些好哪一些不好 各自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材料上 如果說像膠原蛋白 這三個都是有被核准的 那麼膠原蛋白是台灣之光 它這個在國際上 很多地方都有在用 玻尿酸是國際很多外銷到台灣來 台灣被壓著 被壓著用外國的產品 第三個是水凝膠 像這個是屬於歐洲的產品 歐洲的產品 那它時間性它是一個耐在一年 耐一年 這個耐可以耐十年以上 耐十年以上 那軟性它是吸水 然後它是有彈性 所以假設你要塑你的型 純粹要塑型來講 你用凝膠水凝膠來塑型 它不會流動不流失 QQ有彈性 如果你要看起來好像皮膚 好像會有彈性的話 那就用玻尿酸 可是這樣說很快就沒效果了 大概半年到一年 它現在已經有進步 可以到達一年半到兩年 但是你盡量不要把玻尿酸打到眼皮 很奇怪 玻尿酸打到眼皮 原則上都後來 基本上有百分之五十的機率 是要把它抽掉了 為什麼 還會變成一顆一顆這樣子 不自然 還有一個是不要用自體脂肪 不要使用自體脂肪最自然 到最後的時候是最痛苦 你自體脂肪打到眼窩凹陷的地方 到後來會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痛苦 那痛苦什麼呢 因為會結成硬塊 對啊 結成硬塊 所以要用正確的方法 要選對材料正確的處理 譬如說水凝膠它並不是萬能 我們把它點掉好了 如果在淚溝的地方 太陽穴的地方 盡量能夠用膠原蛋白跟玻尿酸 比較細膩的淚溝印第安紋的時候 是淚溝用膠原蛋白跟玻尿酸 那比較明顯要拉體的 像法令紋 木耳紋或臉頰 你盡量用水凝膠 用它的這個專長